只是因为一起蹦个底 两个跨世纪的阿飘就谈起了恋爱 而且还谈得如此投入 甚至白眼都要翻起来了 简直就是干柴碰上了烈火 于是他们马上就去找房主翠花当证婚人 可是翠花因为宿罪 此刻正头疼欲裂 哪里顾得上阿飘的胡闹 而此时婚庆公司打来电话说马上来看场地 于是翠花只能艰难起床 但是赶到客厅 映入眼帘的却是满目狼藉 昨晚真的太寒了 而后遗症也是一样的强大 这一刻翠花简直想把自己直接打了 而小黑则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 他试图询问朋友 却发现自己的嗓子就像唐老鸭一样沙哑 就这样两人一个找鞋子 一个打扫卫生很快忙碌了起来 可是就在这时 军官居然来让翠花给自己放电影 胖胖还插嘴说自己想看球赛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这时的翠花可不管他是不是阿飘了 直接怼他们 就算你们是阿飘 也该十点像长点眼色好不好 难道看不到我正因为宿醉头疼吗 没想到转头西装男又来嘲讽 不如再多喝两杯以毒攻堵 说不定就好啊 无奈的翠花试图喝口可乐树漱口 可是 没想到里面全是烟头 而这时老贵妇又来抱怨 自己的狗昨晚不见了 还警告翠花 千万别让我知道是你们把他给弄丢了 于是翠花连忙保证绝对不是自己 老贵妇这才离去 然而一转头 翠花忽然想起 昨晚自己好像拿起老贵妇的狗拍了找 但是翠花赶到地方 却一无所获 而西装男三的阿飘却来火上浇油 他们说老贵妇对狗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 甚至把他做成了标本来陪着自己 所以你明白重要性了吗 于是翠花着急了 连忙一路回想一路找 却猛然想起 自己不光给狗拍照 还喂狗喝酒 然后给狗洗澡 于是翠花连忙赶去水时 没想到水时里却空空荡荡 但是下一刻翠花猛然想起 自己昨晚好像是抱着什么睡的 于是连忙又冲到卧室 果然在被子下面找到了 但是狗却被朋友和自己折磨得不成狗娘 阿飘们连忙告诉翠花 老贵妇发火很可怕 你可要赶快弄好 可是就在翠花紧急修复时 老贵妇一步一步的出现了 于是翠花赶紧手忙脚乱把狗眼睛安上去 却又发现狗毛还是湿的 阿飘们连忙提示放到火炉边 下一刻老贵妇到了 可是看到狗狗 老贵妇的表情和眼神却瞬间变得扭曲 好在有惊无险 而另一边的小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的鞋子在哪里 直到看到地上 他才想起来了 昨晚玩得太害 居然和好朋友比试往房顶跟鞋子 而且这个游戏甚至把原始人都吸引了 直接就丢起了头 小黑终于想起来了 鞋子就在房顶 于是小黑奋力地从阁楼爬上楼顶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小黑不断拉扯天窗 可这玩意只能从里面打开 于是他试图呼救 但是机会很快来了 朋友们这时候陆续离开 小黑连忙大喊 但是这点声音朋友哪里听得到 于是小黑开始丢鞋子 但是 然而机会总是会照顾有心人 看到旁边的管道 小黑再次有了办法 于是他小心翼翼翻过栏杆 紧接着一步步向下艰难的魔洞 而此时的翠花也即将把屋里收拾完毕 可是就在他准备把垃圾倒掉时 看房子的经纪人来了 于是翠花连忙折返 被人看到这么大的垃圾袋多不好 不如先藏起来 紧接着翠花深吸一口气 直接打开了蚂蚂蚂 然而下一刻